好 然後剛剛說到那個電力有之前有做 我剛剛想到簿約 然後我就看到他從門口飄過 所以等一下就是有興趣那個 對 去外面找他 好 那個 大家好 我是劉璃 然後 這是兩個月前放到現在都還沒有 8月初的時候我們提出這個HackStory的方案 那進度沒有很多 今天再來尋求大家協助 那我先跟大家沒有來過的朋友來說明一下 這個什麼 我們要建立一個共比時間軸 但是為什麼要一個共比時間軸呢 因為其實 常在一個事件很大很亂 他的歷史很繁複 他可能 可能在A場地發生某些事情 B場地發生某些事情 或者是我們研究某個主題的時候 可能比如說性別運動 他有修法歷史 從那個 兩性性別公共平衡法 到性騷擾防治法 巴巴巴等等 他可能有很多歷史 可是我們同時要對比 今天可能是有 可能1997年薪資分裂 或是什麼工艙抗爭 大遊行的 不知道今天 可能各種不同的運動 他的事件 我們都想要來個對比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很多不同時間走 或者是比較清楚的 所以我們做活動規劃 從小到我們 可能一個小小的 影心術影 可能都需要這樣一個時間走來去整理 那過去我們常常 抽中夾滑的東西 那就是 建議時間走的時候 常常是就 從實在一個現場 我覺得從事件比較重要 就寫一張貼上去 所以這裡從1980寫到2013 密密麻麻 可是這個東西很難整理 那也沒辦法被共享 就在場的人可以理解到而已 那所以我們希望提出一個 比較被直覺式的東西 那現在有工具 你可以用Excel 或是SpiritShoot 做一個比較麻煩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是用 看這些表格 一個一個輸入 然後要調整一個麻煩 然後也不夠直覺 不夠視覺化 所以我們希望 就像 可能都像一個便利貼 把它變成電子板一樣 直接可以貼上去 就點上去 就可以去處理 然後可能什麼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就像這樣子來處理 那 而且它不是只有一軸 它可以多軸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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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常常我們如果用 大家如果用Excel 做過的話 你會面臨到一個狀況 如果時間的檢舉要拉開 會變得非常非常痛苦 就是你要從頭開始弄起 所以我們希望它有一個 自適應的調整方式 那 中間的話就是 我們也參考Timeline的一些東西 然後 它主要是用Google spreadsheet 那我們現在做到的是 我們是用另外一個 VisJs的微基礎 然後 目前寫到只有那個 OK 那個API的 就是Google轉接管部分 那我們上次的markup是這樣 初始畫面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建立 某個事件的這個圖表 然後我們就可以建立 這樣的一個時間軸 那 出來 就像這樣子 我們可以在 時間軸1 可能就是這邊 事件1事件2 那視覺上我們可以再來做 調整優化 那今天要 我大概分了4個階段 那今天要 或是我們 第一階段我們希望說 至少把 能做出單一軸線 然後 能夠新增事件跟編輯 然後這是我們最主要今天的工作 那 其他部分 我們就今天還有 就需要 以上這些 以下這些人 然後零食保母 以上